- 各位同學大家好,我是國立台東高中趙老師,這次要講解的單元是升波助波的立體演練,那我們在這個單元裡面只有一個題目,我們先來看題目了。 在一個乾燥無風且溫度為20度C的空氣中,將一個長度為1.0公尺的空管的其中一端封閉,對另外一端吹氣,那則該管可以發出的聲音的基本頻率為多少。 第二,若將封閉一端打開之後,則機頻又變為多少。 那各位同學,請注意,這題有幾個關鍵地方要請你記下,就是首先,它是一端封閉的,所以又要求機頻, 再來,又將封閉端打開,也是要求機頻。 所以第一個小題要求的是什麼?就是求壁管空氣柱時候的柱坡。 那因為是只有機頻,所以你只需要畫出一個負點,一個節點。 第二小題就是將壁管打開之後,那就變成開管,所以會形成開管空氣柱。 那也一樣是要求機頻,所以最小的頻率就是兩個負點,一個節點。 那理解完這樣的概念之後呢,我們就可以開始來正式解題了。 那首先,第一個就是,溫度為20度C的時候,它的升數應該是331加0.6乘以20, 那可以等於343公尺除以秒。 再來,既然是壁管空氣柱,那請各位同學記得,最低頻率下的話, 就代表當時的頻率可以等於v除以4L。 所以升數343帶進去,長度1公尺帶進去,那最後可以得到機頻就是85.75赫兹。 第二小題就是問開管嘛,那一樣是問機頻,所以圖形就像這個樣子。 所以當時的機頻就變成是v除以2L,那也就是343除以2,就等於171.5赫兹。 那各位同學可以注意一下,這兩個題目並沒有非常難,也就是說你只要記得最基本的概念就可以寫出來了。 那這題講你到這邊,謝謝大家。